第一回合 現在準備開始 總答題時間1分30秒 各位住戶要注意到了 24個新箱加起來的加總獎金 一共智慧新幣15萬元 創造歷史的紀錄 就從第一題開始累積了 好 安心上路 蔡主祕請出題 請問在中國古代 會使用毒藥還是中藥材來避孕 請想答 歐馬克 毒藥 請揭曉 漂亮 要跟大家說 在這個中國古代 他們會認為藥是三分毒 而且一旦是要避孕的話 通常藥性都非常的重 所以他們過去可能會用披霜 或者是少量的拱 甚至是色香藏紅花來做避孕 那其實對於女生的身體 都有一定的傷害存在 智慧新幣請選擇 六樓四號 六樓四號 六樓之四 請開箱 帳單房 一開始 謝謝 謝謝 一開始 謝謝 謝謝 你幫忙付的是 夏語心的帳單 看見一個 打高爾夫球 你開始打高爾夫球了 最近在學 還是菜鳥 新台幣五千三百一十元 還好 好不好 你先付 麻煩你了 謝謝 第一個帶頭 minus的就是你 非常好 打高爾夫球了 漂亮喔 你可憐 你繼續加油 請出下題 請問 知識信封收件人的地址 要寫在左側還是右側 請搶答 夏語心 收件人 收件人是右側 右側 請揭曉 有在寫信耶 有差耶 夏語心就不見得知道 我知道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有寫啊 妳有寫信嗎 對啊 那橫式呢 橫式的收件人在哪裡 橫式的收件人是左邊 沒有 在中間 馬上 左邊 是寫中間 我每天都在收信 馬克星鄉好多好多 手寫信件 真的 很少人收寫信 非常好 知識的行為 請選擇 五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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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住底層的 請開箱 請先 請先 讚喔 請出下題 請問 收件人格測驗的 MBTI通常會於 執芽還是生學規劃中 來做參考 請想答 歐馬克 執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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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介紹 執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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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大家很愛 去做MBTI的人格測驗 它裡面把我們的人格 分成十六型 包含了 從情緒 直覺 或個性的內向外向 去做一些分類 所以它其實可以分析出 你這個人在社交行為上面 還有在跟人的對談上面 以及在你的人格特質上面 有哪一些的特質 所以因此 在這個職涯上面也會 因此來幫大家做一個論定 然後來看看你 適不適合這一份職權 這位先避 請選擇 八樓五號 八樓之五 八樓之五 請開箱 我變中了 馬上變第一耶 好 來 再出 下一題 請問感情中 暈船一次最早 是和性產業 還是漁木業相關 請搶答 王環琦 是 我猜性產業 請介紹 漂亮 我們說 對這個人暈船了 他其實最初 是愛上的陪酒小姐 你不敢愛上的對象 因為人家可能只是 在跟你逢場作戲 那麼衍生到現在可能是 我跟這個人已經 在還沒有確定關係之前 就先發生了性行為 結果我先動情了 所以誰先認真 誰就輸了 但他現在的認定 已經不只在呼籲就是 沒有確定關係 就殺他生性行為 而是呢 只要我在這段感情當中 人家沒有那麼喜歡我的時候 我就先動心 結果呢 我整個覺得非常的 煩亂的狀況 也可以說是原創 王環琦同學 是 請選擇 好 選一個 之前看前幾集 都沒有人選的 六樓之二 前幾集都沒有人選 你確定 你每一集都看啊 你這麼支持我們 是 六樓之二 都沒人選 準備開箱 五千 四千 還可以 還可以 五千元 請出現 請問切完辣椒用冰水 還是酒精 可以減緩手的濁熱辣感 請下答 王環琦 這題我會選擇冰水 對 冰水 對 因為辣其實是疼痛 它並不是 它是一個痛感 對 痛感 所以應該想辦法讓神經 比較不會那麼敏感 那酒精的話 基本上它 我想它算是比較刺激性的 對 雖然也會讓血管收縮 沒有錯可是 反而有灼熱感 是不是 更有灼熱感 是 那時候想要爭散的時候 可能會更不舒服 請介紹 錯 其實呢 如果我們在切了東西以後呢 手上辣辣的 家裡頭啊 之前消毒用的那種酒精啊 也可以來噴一下你的手部 它也是有管解這個辣 而且能夠把辣椒醋代謝掉的效果 來 請出下一題 請問 愛因斯坦還是牛頓 曾經被推舉為總統 請搶答 歐馬克 我猜 愛因斯坦好了 愛因斯坦好了 請介紹 漂亮 好 愛因斯坦呢 他是猶太人 那以色列呢 就是以猶太人為主體的國家 你知道嗎 其實呢 以色列他們的第一任總統 也是一個大學教授 而且剛好 就是愛因斯坦的好朋友 那後來呢 他們要選新的總統的時候呢 以色列的總理 就特別寫信給愛因斯坦說 因為你的成就太高了 又得到諾貝爾獎 我們希望能夠邀請你 擔任以色列的總統 結果愛因斯坦就說 他覺得呢 他這個人一輩子 對大自然有那麼一點點的了解 但是對於政治一竅不同 所以他只想做好自己本分裡頭 他專精的是 就婉拒擔任 以色列總統 八樓之二 八樓之二 請開箱 那個江環化 跟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我們 那個夏宇童書呢 可以動得起 我很想參與 我很想參與的 多他們三個 我剛剛一度以為來賓只有三位 這三組啊 請出 下一題 請問保有Kiss Goodbye 習慣的男性 通常會比較開朗還是長壽 請搶答 王環璽 絕對是長壽 對 為什麼那麼肯定 那因為 最好是跟免疫系統的關係 如果說常保持 Kiss Goodbye的話 那本身來說 就細菌來講 菌若會常常在交流 所以呢 那個免疫系統會比較好一點 你是哪一科的醫生啊 我是精神科醫師 已經不過問身體很久了 不過問身體很久了 不過問身體很久了 好 長壽 謝穎介紹 其實你知道嗎 Kiss Goodbye這件事情 對於男生來講 他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你一大早呢 能夠得到愛人的吻 也會讓你的專注度提升 然後呢 整個情緒也會變得更加的亢奮 同時呢 你在出去工作的時候呢 就能夠更Focus在你的工作上面 那在行車安全上面呢 因為專注度提升了嘛 所以呢 當然就比較不容易發生一些 交通事故跟意外 所以你的整體來說 如果每天都能Kiss Goodbye的話呢 你的這個壽命 可以比一般不Kiss Goodbye的人 多出五年喔 你 謝謝老婆大人 請選擇 我那 我老婆她是兔兔嘛 我是琪琪 那就七樓之二好了 一定要選的 你不知道在念什麼咒語 兔兔兔兔 我的外號是 什麼老婆兔兔我琪琪的 什麼 老婆的外號是兔兔 我是琪琪 所以是七樓之二 不好意思 這也沒關係 好可愛喔 你真的是精神科技 自己精神有問題的醫生 是 準備開箱 好 起來 請出下一題 請問四百多年前的溫度計 裡面裝的是白蘭蒂還是紅茶 請搶答 歐馬克 白蘭蒂 這個當然有溫度會產生反應 怎麼會是紅茶的對吧 請介紹 好 這個前一段溫度計 是在1629年的時候 被發明出來的 那那個時候 溫度計裡頭的介質 是以酒精為主 因為酒精也會受到 溫度的變化 有所熱脹冷縮 所以能夠來作為 溫度計的指標 但是後來 在經過了改良之後 發現水鷹拱 它的這個升降 是更加明顯的 所以溫度計就改成用拱 來 請請 為了海角切傲的製片 五六不能亡 五樓之六 謝謝喔 所以如果有錢要分我 我們就遵辭要理 接下來選什麼都要有個說法 好 有個說法 五樓之六 請看一下 好 四樓之六 好 四樓之六 好 四樓之六 我愛你 好 漂亮喔 一馬當先衝得可老的 來 下一題 請問鼻孔還是瞳孔 說法的時候會放大 請搶答 夏宇童 有了 夏宇童 好 鼻孔 不是瞳孔嗎 鼻孔 方向不是死掉的時候 才會放大嗎 請揭曉 可是妳就起床了 可是妳就下雨桶耶 我已經跟你講下雨桶 桶就是瞳孔啊 好不容易闖動耶 對啊 不是 我想說死人還會放眼瞳孔 緊張的時候 你看鼻孔會放大 我們的瞳孔哪些時刻會放大呢 比如說當我們從比較亮的地方 到暗的地方的時候為了要收縮 就是讓更多的光線進來 這時候瞳孔會放大 還有當我們看到自己喜歡 心儀的對象的時候呢 也會瞳孔放大 另外呢就是在我們說謊的時候 因為緊張所以瞳孔也會放大到 五到十Percent左右 所以一般來說呢 肉眼是很難察覺到我們的瞳孔放大 特別是現在很多人帶瞳孔放大片 所以你也看不出它放大在哪裡 請出 下一題 請問貴賓犬還是拉不拉多 早期被用於採收松露 請搶答 黃環琴 這題真的不對 那我在想應該我會先猜貴賓犬 請介紹 厲害 因為拉不拉多是牠在美洲的狗 然後可是那個松露牠的產地 主要都在歐洲 所以我只能先猜 好 因為在早期的時候 松露牠是沒有辦法人工種植 那產量又非常的稀少 所以牠其實是需要 這個嗅覺非常非常敏銳的狗狗 去幫助我們人來進行採收 那特別是需要那種小型犬 因為牠的體型比較小 所以便於穿梭 因此牠們就用了這個貴賓狗 來幫忙採收松露 而且也一直不斷地改良 讓貴賓狗的體型越小越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貴賓犬 都是小小制度 請選擇 找一份帳單來看一下 要避開帳單 六隻都還會選避開帳單 那我選五樓之舞 對 五樓之舞才能避開帳單 太聰明了 來 請開箱 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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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二戰時期 醫護人員會用椰子水 還是洗米水代替生理食鹽水 請搶答 玩玩集這麼快 來 請說 椰子水 椰子水來代替生理食鹽水 為什麼 第一個 米相對來說是比較稀有的 然後椰子水的話 在南洋的話 算是隨手可得 再加上其實椰子水 對於譬如說我們在感冒 或什麼情況 情況在脫水的時候 還不錯用 請介紹 請選擇 我就選六樓之山 應該真的找不到典故了 就直接凭直覺選了 六樓之山 請開箱 來 還是錢 九百元 不是九千 少一個 少一個零啊 還有二十二秒 再出下一題 請問日本培育出正方形的西瓜 是供皇室食用還是擺設 請搶答 擺設 擺設 請介紹 你是猜的 我還真的很怕 真的是種出來給皇室吃的 真的不吃 皇室吃 因為他吃什麼方形西瓜 好嗎 又沒有比較甜 這位律師朋友 你有點情緒 你好不容易答對我知道 你很高興 可是不用這樣的方式來表現 好不好 請選擇 八樓之六 最右上角最邊間 警官戶 什麼警官戶 水塔邊 請開箱 五名 其實是有可能有機會 不著急的 十六秒至少兩題喔 請出下令 請問最初南北半球台風名字 會以性別 還是開頭字母來區分 請搶答 王環奇 性別 請揭曉 這可以來理解一下 我們都很好奇台風名怎麼選 對不對 最近媽不是小犬來了嗎 對不對 是 可是小學生就寫說 希望小犬能夠靠近高雄一點 這樣我們就能放假了 然後老師憑他說 你忘記高雄叫打狗嗎 你知道嗎 那以前 北半球的台風都是以女性來命名 那南半球的台風 都是用男性的名字 後來經過婦女團體的推動 在一九七九年之後呢 就是每一次台風來的時候呢 都是男女男女來交替 比較公平啦 來 志偉君比請選擇 那既然這邊都是文學人的話 就五四運動 五樓之四 對嘛 起碼講一個說法 不棒嗎 文學社團嘛 準備開箱 再加五千 推得可兇了 謝謝主題 請問在京劇中 從黑臉還是白臉通常是外緣 請下單 玩玩去稍早 警告一次 OK 是 對不起 沒錯喔 機會可不可以讓你那兩個 沒有得對不對 可以 OK 好說 OK 我們兩個 我們來比快喔 來喔 來 快準備 請搶答 票一下徐一百 白臉 舉一個人物例子 因為我比較黑 我就很像思考 白臉 講曹操嘛 曹操 曹操 說曹操 曹操 請揭曹操 請揭曹操 好 謝謝 很好 四位市民 請選擇開張了 居然是還小氣 我們辦公室都在騎 抽到帳單就好笑了 抽到帳單就好笑了 來 你要知道還有五份帳單啊 還有五份帳單啊 還有五份帳單啊 每個都有一份在裡面啊 有三分之五 那我就選個七樓之四好了 你會不會被他氣死呢 美國國際 你不是要帳單都放一起了嗎 對啊 請開箱 好 還怕 好 好 恭喜 布小補 除了夏宇童還沒有開張之外 徐一盤剛剛得到三千 王文綺 兩萬三千九 江黃化 一萬兩千元 歐馬克 三萬兩千六百九十元 夏宇清 七千元 兩位領先的要給他們鼓勵 王文綺 歐馬克 全新賽事帶你一起找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標 快點來訂閱